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军拿下乌冬战略要地 普京祝贺重大胜利 韩国宣布扩招医学生引发超过700名医生辞职已是抗疫 舆论担忧 医疗大坏 2024年的春节是农历新年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的第一个春节 多项指标刷新记录 中国经济的蓬勃活力充分展现 彭博社就指出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费整体回升向好 走向世界的春节 跨境游加速复苏 中国の旧正月にあたる春節の期間中 中国国内を旅行した人は延べ4億7400万人でコロナ禍前を上回っ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春节期间中国民众出游意愿高涨 境内游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统计 春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 同比增长34.3%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元 同比增长47.3% 外媒同时注意到 南北互动交换冬天成为中国国内春节旅游新热点 南方人奔赴哈尔滨 欣赏槟城的巧夺天工 北方人则去往南方享受温暖气候和繁花四季 以广西南宁为例 迎春花灯展 打铁花 游香龙 好戏连台 人很愉悦 有春天的感觉 在柳州市三江洞足自治县 承阳八寨景区 村外热闹延续 洞寨棉味浓厚 春节期间每天举办百家宴 场场爆满 吸引游客量近10万人次 较2023年同期 增长84.19% 这里的这个灰门仪式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让我大开眼界 在江苏南京 漫步十里情怀 驻足在花灯浪漫处 飞衣馆里体验传统泥塑 戏院里欣赏民俗表演 小吃店前排起长笼 烟火气生腾 春节假期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 接待游客达364.4万人次 整个夫子庙就感觉特别有节日气氛 在这边过农历年 就是希望说感受一下传统的文化 一年又一年 不改中国外 从西安 泉州到大同 郑定 从苏州平江路到天津古文化街 年轻人穿上汉服拍照 举起花灯夜游 国风油热度居高不下 国内旅游市场热情洋溢 国外旅游市场同样如火如荼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 2024年春节假期 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351.7万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 较2023年春节同期增长2.8倍 全球众多热门目的地都开启了春节模式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了一段 人们在莫斯科欢度中国春节的视频 红灯笼 大牌坊 龙形吉祥物 到处都是中国年的氛围 你们看 这儿写的是中国新年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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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 俄罗斯基深2024年中国春节 热门出境目的地前十 新马泰免签国家旅游订单增长较高 何计较2019年增长超三成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 随着2024年经济持续复苏 中国将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 车轮滚滚的春节 新能源车开出新动能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 2024年春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传统营业性运输 包括铁路 公路 民航 水运 客运 出行人次 预计大概是18亿人次 其余80%都是自驾车出行 连续三年开着电动车回老家的刘维祥 就是其中之一 以前要考虑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充电周期 今年情况有所不同 除了固定的充电桩 许多地方在车流量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投入了移动充电车 只要通过扫码就会到充电车边上 从之前的人找充电桩 变成了现在由充电桩去找人 对于更换电池组的车型 三分钟就够了 时间的话大概还有9个小时 大概每200公里换一次 换4次吧 部分充电站引进了 每秒一公里的超高速充电桩 也就是说最快充5分钟 可续航300公里 能够再喝一杯咖啡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充到电量85%的样子 이르면 올해 상반기 우리나라에도 전기차를 내놓을 것으로 알려졌는데요 国内 자동차市장에서도 比亚迪的 움직임을 예의 주시하고 있는 분위기입니다 韩媒称 比亚迪在韩国上市的车型 是中型SUV 如果获得韩国国内的补贴 只需3000万韩元左右就能买到 与韩国企业的类似车型相比 便宜500万至1000万韩元左右 韩媒预计 今后韩国电动汽车价格竞争 将更加激烈 凭借先进的电池技术 智能驾驶系统 本土完整供应链和先发优势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迅猛增长 成功跨越百万辆大关 2024年 新能源汽车出海 还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目前俄罗斯市场上 有100多款中国汽车 俄罗斯消费者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 两年前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新车 总销量中所占的比例 还不到百分之十 到2023年底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 2023年 俄罗斯销售中国汽车的经销商的比例 已经从百分之三十一 增长到了百分之六十五 消费中的春节热辣滚烫 中国消费者开始活跃起来了 美国彭博社引用亚洲经济学专家 弗雷德里克诺伊曼的话评价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 截至2月17号21点 以热辣滚烫等电影为主力的 中国2024春节档 总票房超80亿元 刷新了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的记录 档期内总观影人次 总场次双双突破历史最好成绩 创下中国影史春节档 总观影人次新高和总场次新高 从内容上看喜剧加动画成为今年春节档主流 影片质量整体较高 这类题材高度契和春节期间合家欢的观影氛围 影片口碑也得以在春节期间持续发酵 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此外彭博社引用一份 中国头部外卖软件的报告显示 节日期间 该外卖平台日均消费者支出 相比2023年同期增长约36% 线下餐厅消费也表现出强劲增长 假期前五天 团体订单量整体比2023年增长161% 异地消费者贡献订单量 同比增长186% 来关注俄乌战局 在俄军拿下了乌冬战略要敌 阿富杰耶夫卡之后 19号 俄军进一步控制了当地的一处重要的交化场 从去年的大反攻 到如今乌军的弃重镇 俄乌战局正在走向何方 美国和西方等国家会继续向乌克兰砸钱吗 当地时间2月19号 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军完全取得对阿富杰耶夫卡交化场的控制 俄军17号控制阿富杰耶夫卡后 采取措施继续塑清室内的乌军人员 并包围仍滞留在阿富杰耶夫卡交化场中的乌军部队 此外 阿富杰耶夫卡的西米克小区 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这里有许多高层建筑 密密麻麻 很难靠近 乌军将这片曾经的城市郊区 变成了要塞区 18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上讲述了俄军 拿下阿富杰耶夫卡时普京的工作情况 据他介绍 俄防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三度向普京汇报行动进展情况 普京听取汇报后 对俄军的成功表示祝贺 并称这是一个重大胜利 阿富杰耶夫卡位于顿涅茨克市以北15公里处 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到2022年 危机升级之间的8年 乌军在阿富杰耶夫卡修筑大量攻势 俄观点报称 乌军将阿富杰耶夫卡打造成 顿巴斯地区第二道防线的前沿阵地 是乌军在这一地区的主要防御区之一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 斯尔斯基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 当前战况下为避免乌军被包围和保护士兵生命 他决定将乌军撤出阿富杰耶夫卡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当地时间18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从阿富杰耶夫卡撤离的视频 视频显示大批乌军士兵试图徒步撤离 留下重型装备 多辆遭损毁的乌军军车散落在路上 俄国防部消息称 事实上在斯尔斯基下令撤出阿富杰耶夫卡的前一天 乌军士兵就已经开始从该市撤离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的消息 乌军在实施撤离途中遭遇俄军强力阻击 双方在阿富杰耶夫卡西部的拉斯托奇基诺 比尔基奇西南部的佩尔沃迈斯科耶等地区 爆发激烈战斗 乌第三突击旅发言人亚历山大伯罗金 17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撤军行动仍在进行 相比进攻安全有序撤离更加艰难 在乌方宣布撤离阿富杰耶夫卡的同时 俄社交媒体上流出的视频和图片显示 俄军人员已进入阿富杰耶夫卡居民区 并在阿富杰耶夫卡火车站 城市公园等地插上旗帜 目前俄军士兵正抓紧在阿富杰耶夫卡市区排雷 自2023年10月初以来 俄军对东部的阿富杰耶夫卡 库皮扬斯克 马林卡 巴赫木特等地 乌军防线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 俄新社18号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称 俄军控制阿富杰耶夫卡 是战略上的重要胜利 不仅减轻了乌军对顿涅茨克市的威胁 巩固了俄军对该市的掌控 对乌军事迹造成严重打击 同时也为俄军进一步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 开辟了新的战略空间 阿富杰耶夫卡被认为 是与巴赫木特 马里乌布尔齐名的 乌军最大军事堡垒之一 这一堡垒的线路 不仅可能使乌方士气低迷 更震惊了西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讲话时 敦促美国等西方国家 解决乌军面临的武器装备短缺问题 他称 这种短缺 正让俄罗斯军队得到战场优势 子莲斯基表示 阿富杰耶夫卡的事态确切地证明 乌军的行动仅受制于乌方得到的武器数量和射程范围 华盛顿邮报称 泽连斯基是在直接对那些 反对援武法案的美国政客喊话 另有分析说 乌方选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 宣布从阿富杰耶夫卡撤军 就是想借机向西方施压 解锁军援 美联社称 在乌军失守阿富杰耶夫卡后 拜登17号在特拉华州参加活动时表示 如果国会不批准向乌方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那是荒谬和不道德的 拜登称如果美国不提供援助 他相信乌其他城市也会落入俄军之手 白宫当天也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会的不作为是对乌弹药供应减少 乌克兰士兵不得不定量配给弹药 从而导致了俄罗斯几个月来 首次在战场上取得显著进展 美方迟迟不通过援武法案 令德法等欧洲国家 越发觉得不能依靠美国 德国总理舒尔斯在慕安会上表示 无论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也无论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如何 欧洲都必须加强自主防卫能力 现在西方接下来能否持续地 对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援助 仍然而且已经成为决定乌克兰 危机未来走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对于欧洲方面来说呢 其实现在讨论的更多是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未来要一定程度上 承担起美国退卸过来的责任的话 那接下来欧洲今后要制定一个 怎样的庞大的长期的计划 才能够给乌克兰提供持续的援助 而且这个援助的前途哪来 怎么花 怎么样去确保欧洲自身的安全 怎么样确保欧洲自身的军工体系 能够给它提供足够的支撑等等 都是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 应该说阿富杰耶夫卡这个事态的变化 其实对于乌克兰方面 能否争取到更多的西方的军事援助 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影响 现在关键性的因素呢 仍然是美欧内部的政治变化 有可能会给接下来 他们各自的对乌克兰政策 带来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好 视线转向韩国 看到韩国政府呢 日前宣布从2025年开始 扩招医学生引发在职医生 和实习医生的反对 目前已经有超过700名医生 宣布辞职已是抗议 舆论就担忧医疗大乱 19号 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 即刻起面向全国221家医疗机构的 全体实习和住院医生 发布维持诊疗命令 同时强烈批评大韩医师协会 煽动实习和住院医生 发起集体行动 此前 首尔五大医院的医生 于16号通过决议 决定19号集体提交辞呈 并从20号上午6点开始停止工作 事实上 截至16号 已有23家医院的715名医生 提交了辞职信 涉及的医院遍布韩国各地 随着在大型医院担任重要角色的 实习医生们同时提交辞职书 医疗混乱正在成为现实 虽然政府表示将最大限度的减少不便 并采取所有手段 但患者的担忧正在加大 2月6号 韩国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公布 将从2025学年高考开始扩招医学院新生 规模从现行的3058人增至5058人 增幅约为65% 使韩国时隔27年再次对医学院进行扩招 韩联社称 一届指责政府推出的扩招计划 是草率的单方面决定 他们认为韩国已经有足够的医务人员 扩招会导致竞争加剧 被称为五大的首都圈五家大型医院 一共有实习医生2700多人 这一数字相当于这些医院医生总人数的37% 如果这些实习医生同时离开医院 业务瘫痪是显而易见的 18号韩国总理韩德珠发表 国民谈话敦促医生们保持克制 坚守岗位 韩国网友直言 大多数民众有共识 医学院应当扩招 政府应当坚决推进以前不敢做的事 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预测 到2035年 韩国的医生缺口将达到27232名 韩国政府认为 即使医学院扩招 每年5000名医生也不够用 扩招不容再拖 来看连日来 印度数千名农民发起了名为 挺进新德里的抗议活动 外媒认为新一轮的抗议 可能为正在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莫迪 带来挑战 据新德里电视台19号报道 在与农民代表进行第四轮谈判之后 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当天建议 政府机构以最低支持价格购买豆类 玉米和棉花作物 为期五年 以打破与农民抗议者之间的僵局 如果所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农民抗议者将于2月21号恢复游行 2月13号开始 在200多个农民团体的组织下 数千名农民发起挺进新德里的抗议活动 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立法确保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 农民抗议者在庞哲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交界处 被印度安全部队拦截 随后他们在交界地带扎营占领铁路 导致多趟火车停运 双方还爆发冲突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道立起来的混凝土隔离墙 还有高高的水泥路障 可以想象到当时警方安全部队和农民抗议者之间 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暴力冲突 当时安全部队还在这里投掷了大量的催泪弹 农业问题一直是困扰印度发展的顾及 2021年11月 莫迪政府在经历持续一年的类似抗议活动后 不得不向农民妥协 废除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并承诺农产品的最低价格得到保证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 此次农民再次走上街头 是抗议活动2.0版 好 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素了 近日 莫斯科动物园分享了 旅俄大熊猫如意的最新视频 画面中 如意正在飘雪的户外翻身打滚 如意在2019年与丁丁一起来到莫斯科动物园 并在2023年夏天生下了第一只 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卡丘莎 他们一家受到莫斯科乃至全俄广大人民的喜爱 近期 澳大利亚墨尔本多个郊区 遭遇蟋蟋大军入侵 街道草地房屋前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蟋蟋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 莫尔本大学生物学教授表示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蟋蟋 主要是维多利亚州 一乎寻常的多雨天气造成的 好在随着天气逐渐转凉 蟋蟋也会渐渐减少 近日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 举行了一场儿童高山滑雪比赛 尽管天气严寒 比赛还是吸引了将近100名年轻运动员参加 其中最小的5岁 最大的16岁 儿童组比赛规则与成人相同 运动员要在高度差为180米的赛道上竞技 滑完至少需要20秒 速度可达70公里每小时 近期 日本北海道小尊市 举行了传统活动小尊雪登陆 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观 该活动始于1999年 是北海道冬季代表性活动之一 活动期间 小尊运河漂浮着 约200个玻璃浮球 里面点着蜡烛 运河沿线雪雕林立 冰雪蜡烛斩斩 场景梦幻 2月17号至18号 印度北方邦75个地区的 2385个考试中心 举行了警察招募考试 共招聘60244个职位 超过480万名考生提出申请 为防止考试中心出现 试卷泄露等舞弊行为 考试中心禁止考生 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进入考场 在考试之前 许多地区就抓获了不少 身份作假考生和解题团伙 好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